就是一隻腳先滑滑坎 喔 先一隻腳洞 另外一隻腳先不要踩雪板對不對 是 感覺怎麼樣 跟滑踩有差很多嗎 欸 我覺得 我覺得滑雪板比較輕鬆耶 因為那個滑草器 滑草器它比較高 然後呢 呃 又一直滾動 就像那個 那個要什麼 滑鼓機的那種滑鼠 滑鼠它就這樣一直這樣轉 一直這樣轉 所以很難控制它的位置 還有它的速度 還有那個草地的高低起伏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這邊就感覺比較貼近地面 滑起來的話 好像比較順耶 妳先不要太早說 我們帶上另外一個雪板 妳就知道會不會這麼容易 可以嗎 好 成功了 成功 好 現在試著往前走吧 好 我無法控制的東西 現在要往前走 我怕我等一下會這樣 四腳朝天的摔倒 好 我走了 是這樣嗎 這樣嗎 現在走路的感覺有點像 好像在做一個那個什麼運動器材 你看 腳好像就 就可以這樣動 可是我現在是倒退的 不要再倒退 你快點回來啊 好 所以 明秀 明秀妳現在要先教我 我們要先教妳煞車 煞車 好 這樣爬上來是對的喔 像昨天那樣 對 這樣子 側著這樣爬上來 階梯式的 螃蟹式的走上去 我們在這邊就先教妳怎麼做 最基本的煞車 好嗎 好 那我現在這個姿勢呢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煞車的方式喔 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很平均的 一個三角形 像一個披薩矮一樣 然後後面開開的 好 所以我現在 好 現在妳就慢慢轉過來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妳的膝蓋一定要彎 因為膝蓋就不能這樣子 像憋尿一樣 因為這邊很容易受傷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往前壓 記得喔 每一步都要卡進去喔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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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哇 煞車 欸 鄉海還蠻厲害的喔 還沒有開始叫煞車就會了 妳看妳自己下來都停下來了 等一下 我剛剛是完全沒有辦法轉過來 於是滑下來 然後我小時候糟糕 我要把我的腳變披薩形狀 然後披薩就一直你知道切不好 然後就這樣走走走 然後就這樣停下來了 應該是個意外吧 我應該沒有做這個 其實妳裡面有一些動作還蠻厲害的 就是妳有做出來那個披薩 因為我已經有先跟妳講了 所以妳下去的時候還做得還蠻標準 好 倒 腳用力往外推 用妳的腳用力往外推 好 對… 好 滑下去 煞車 煞車 往前 膝蓋往前 加油嗎 加油嗎 有 要停下來 有喔 謝謝妳們 妳們剛剛一耳帽加油 對我沒有跌倒 太開心了 那小韓 我剛才看妳煞車 其實已經會了 我們現在就要做轉彎 嗯 那轉彎的話 轉彎其實也有帶一些煞車進去 我們轉彎也是一個披薩 可是有一個地方差很多 我們會把力量的放在一隻腳上 我們會把一隻腳用力的推出去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要轉右邊 嗯 我們就推左腳 我們就要推左邊 所以等於是我往右轉 但我的重心跟力氣要送到左邊去 對 這是不是煞車的動作 對 現在我們這隻腳 左腳 用力推下去 推下去 那這隻腳幾乎是放鬆的 我們就轉過來了 喔 轉過去了 對啊 要不要試一次 要很慢很慢喔 妳一開始就已經要是披薩 一開始就披薩 好 轉 對 好 左腳壓出去 左腳壓出去 啊 耶 好厲害喔 啊 啊 差一點要翻到另外一邊還卡在上面 停得很好 剛剛明秀私底下跟我說 放心啦 從上面一定下得去 只是 我看是成功的滑下去停住 或是摔下去 反正就是 總是下得去就對了 是的 不用怕 一定下得去 好 讓我來看看 我覺得 哇賽 你們看 你們看有多高 你們看一下 那個亮亮的燈的地方 好像是剛剛我們在那邊滑 最後停的地方 耶 我要從 在上面滑下去耶 妳一定可以做到的啦 真的假的 我們就慢慢的下去就好了 好 壓下去 用力 推 非常好 好 再壓 對對對 很好很好 哇 不敢相信 果居然成功了耶 沒有甩腳喔 再來一次一定可以更成功 啊 可惡 我想要一個優雅的轉身 就算跌倒了 哇